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比較崩潰的位置就是臨做電療化療 之前好像是最後一個深呼吸 你就要跳下懸崖的感覺 在2021年初就擴散了 醫生就說我只剩幾個月命 癌症病人不是等於世界毫日 其實我也可以好好地去過日子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我今年29歲 我在27歲的時候確診患上子宮頸腺癌2B期 最崩潰是確診的一天 醫生本身約了我下星期拿報告 但他兩天後已經打給我 好記得是星期六的遮瑕 你可不可以現在馬上過來診所看 我那一刻心知有點不妙 當一個醫生要這麼急去打給你 叫你去診所 去到就說你是惡性腫瘤 那一刻你真的覺得像拍戲一樣 Slow-mo的這個世界 我那一天是買了票去看 Avengers的Endgame 那時候就真的很激動 因為 哇 真是我的Endgame 你完全是覺得相似的 有時你只會說 外面那麼多人 為什麼會是我呢 甚至其實 Google都說這個病可能是 40歲之後的人 會大些機會有 我組成差不多20年 你都會覺得 究竟我中間做錯了些什麼 日落千丈的做完的時候 那現在就做回運動 食量都建立起來 是OK的 但是電療的後遺症 就真的比較差 第一就是你的卵巢 是即時已經玩完了 意味著我是步入更年期 第一就是沒得生小朋友 第二就是可能荷爾蒙上面 是不是叫停了呢 已經沒有再功效了 直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的身體狀態 我自己都覺得非常之 很不錯的 其實都 我上次做是7月 其實照到我肺的陰影 是縮小了一點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Good News 阿妹出生了 化療標靶都只有一年 其實因為它就賺了 因為它差不多活了一年 在我裏面我覺得它是賺了 其實我一向都有做事的 就是因為它的時候 我做事的部分 擺在一邊先 以它為先 以它為中 什麼都是 擺在它第一位 心裏面 很想它快點好回來 就是這樣 我做事的 我的作用 都是在陪伴一下它 就是讓它有感情的支持 多一點 其實本身都擔心 始終是癌症 但我看到它這麼堅強 這麼正確 我其實都 不應該再不開心 就是繼續在它旁邊 支持它 一起正確 很值得 一個我自己最大的影響 其實真的 不要被這個世界的框框 困住你 30歲的時候 你要做到一個管理人 你要賺到這麼多錢 最好你在幾多歲之前買了房子 你就結婚了 你就是人生勝利組 你那時候會一直以那些為自己的目標 但當你確診之後發現 那些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確診了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自己人生 不是有很多遺憾 我覺得 我找到自己喜歡的工 我家人很疼我 我生活的所有東西 其實我都滿意 那其實還要追究那些 所謂的人生目標 我丟下了很多框框 然後去探索自己的一些 機會 或者一些潛能 反而我覺得 末期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世界大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年 所以我就決定了拍片 去上載 給多些人去看到我的生活 還有我整個旅程 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離開的了 那如果你離開的時候 你覺得你現在追求這個目標 是不是你心目中 真的想達到的東西 如果是的 那你就繼續做 如果不是的 那我覺得 不需要等到有病 才發現 原來我想做別的東西 就是早點做 反而你會覺得 這個世界是更加廣闊 立刻想辭職的了 真的嗎 真的嗎 先剪完這條 真的嗎 真的嗎 好嗎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